這是鄉親所期待的 好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非常特別的叫熱的綠拿鐵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綠拿鐵都是蔬果汁 所以大概都是冷冷的喝 可是現在時序入秋 而且溫度會越來越下降 那如果想要熱熱的喝 而且想要潤肺 要保護喉嚨 這樣每天到處噴火 然後到處去拜託聲音啊 然後接觸的人很多 會擔心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 所以這個時候呢怎麼樣子保護我們的咕嚨 保護我們的肺就很重要囉 太棒了 那因為現在天氣漸漸變了 那綠拿鐵本來都是早上喝 它是比較熱 結果有熱的版本是我第一次聽 所以今天我來也學了一個新的 對 真的 大家的觀念都是停留在以前 覺得說這一定要冷冷的喝 其實是可以熱熱的喝 我們現在就來做給大家看 太棒了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直播了嗎 我們就從從從開始 到開場結束了齁 開始了齁 對 開始了 開始了 好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今天呢非常特別 這麼早就開直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愛住關懷基金會 來了一位貴客 就是來自雲林的張家俊委員 委員自信都很辛苦的在跑行程啊 拜坡啊 拉票啊 對 都在競選行程 對啊 那怎麼會有時間來我們愛住關懷基金會呢 因為我現在在跑行程的過程當中 很多鄉親都問我 他說你行程這麼單嗎 然後吃東西都很快啊 腸胃負擔很大 那你是怎麼樣保持這個身體很健康 然後這個腸胃 對 然後腸胃順暢 我就說綠拿鐵 所以今天特別來學一下 有沒有什麼可以推薦給我們鄉親的綠拿鐵 太好了 我今天呢就要推薦一道就是 溫度漸漸下降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溫溫熱熱喝喝的綠拿鐵 而且用的都是雲林的好食材哦 對對對 番薯這個 對對對 我們知道這個雲林是蔬菜的大餡 沒錯 產的蔬菜非常的多 供應量好像這樣全台灣的多少 我們基本上大概都超過半 過半 過半 所以我們在市場上買的菜過半是從雲林來的 是 所以我們雲林很重要是我們的涼藏 對 雲林是台灣的涼藏 而且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在這一杯裡面吃到所有的營養 那我們會生病會老啊 都是因為氧化 那這可能就是抗氧化最好的 大家都認識它吧 青花椰菜 欸雲林也產 有 有 那青花椰菜呢是抗氧化的第一名 而且防癌也是第一名 哇 然後對我們的膝關節清潤版都很好 所以要嘗試 對 但是你看 這樣洗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綠 很多人不敢吃是因為覺得它有很多農藥 洗不乾淨 洗不乾淨 如果是有機的話裡面會不會有蟲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一個 我的寶物喔 今天我也有送給你 謝謝 因為我鼓勵大家吃全食物 就像這個梨子要去連皮帶著吃 那怎麼洗乾淨 就很簡單 我們來示範一下 你看 如果500cc的水的話 就是噴一噴 如果是1000cc的水呢 我們就給它噴兩噴 喔 還沒有打開 可以嗎 你比較聰明 喔好 兩噴 我可以來當老師的主事 然後呢 非常簡單就把它泡下去 喔 對 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泡個那個 30秒鐘 好香喔 橘子的香味 對對對 你看馬上那個水 就會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它的那個灰塵啊 髒污啊 或者它有附著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馬上就不見了 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水 馬上就有差別 剛剛是很健康的 很白的水 純白的水 然後你看 現在在洗的時候 它完全就滲透下去了 對不對 就洗得很乾淨 這顆太妙了 對對這太妙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有處理好的 這個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 怎麼洗 所以我順便試在一下 試在一下 那這個呢也是一樣 如果是 就把它泡下去 然後 如果我要連皮吃 我就用刷子刷一刷 如果我只是說 這個皮比較粗 因為有的梨是皮細的 是可以連皮吃的 那這個我覺得 比較粗一點 所以我就這樣 泡過了以後呢 我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以後呢 我再把它皮削掉 我說平常 我就這樣說 這好可愛 這好可愛 這捐款500元 我們癌症高感機會 就多了 那這個呢 為什麼你說連皮吃 為什麼連皮吃還要連皮洗 是因為呢 這個有灰塵 有髒污 所以你沒有處理乾淨的話 你這樣一切 然後就把它帶進去了 污染 對污染在裡面 好 所以這個 我們今天的綠拿鐵 有水梨喔 想不到吧 所以可以保護喉嚨 還有洋蔥 我們知道洋蔥預防感冒 超棒的 洋蔥對心血感也很好 對 而且呢 洋蔥對我們的腸胃 也是很好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好東西 所以我們把它都燙熟了 好 把袖子捲起來 我覺得那樣才美 好 沒關係 好 所以 好 我們有這個燙熟的綠花椰菜 對 200克 所以我們把它倒進來 還有 這個 水梨 我們的水梨慢一點來 還有這個 角白筍 對 現在最盛產 有人說美人腿喔 它的熱量很低 100克只有22大咖 但是呢 有很多的礦物質 對 而且很多的纖維 所以會讓你順順 太棒了 對對對 好 我們把這個加進來 然後呢 我們的水梨 還有我們的洋蔥 我們加一點洋蔥 雖然它有點嗆 但是呢 所以洋蔥也要燙過嗎 洋蔥燙過不燙過都行喔 洋蔥 生的它是比較能夠 抗 那個 比較感冒 但是熟的也一樣 熟的比較好 上次那個 熟比較甜喔 陳玉琳老師教我 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們是做 這個 一般的綠燙 也就是把那個 青菜啊 準備可能兩樣 或三樣青菜 然後就把水煮滾了 煮滾了之後 關火 再把那些青菜 下去燙30秒 然後再把它放到 那個火漬劑裡面去 這張我覺得很厲害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水啊 真的不要用太多 所以 以免那個 營養都流失在水裡面 所以水 一點水就好了 然後 關火以後 趕快下去 汆燙一下 拿起來 這樣子 維生素C啦 維生素B啦 還有葉酸 這些容易消 就遇熱 或者遇水容易消失的那個 營養素就可以保留 那如果我相信 那是天氣比較 那是那個燙完 清炭的水 可以再倒進去打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不用 不要 對 燙完清炭的水 蠻難問的 對對 蠻難問 欸 最好了齁 那這個就是堅果 我說最好的油 就是堅果 你知道嗎 我們的大腦齁 幾乎一半是 那個大腦的脊質啊 有很多需要 脂肪的營養 細胞膜 都需要這個營養 所以 能要用好的油脂 那我們的那個頭好 對 頭腦好 對 因為你的細胞好 頭腦才會好 然後這裡還有兩樣 大家想不到的東西 雖然很少 但是溫暖身體很重要 我們覺得 我們知道他們說 寒是百病之源嘛 還有濕 那在台灣的人 多半都是寒 都會濕 然後我們都用那個冷氣 都在冷氣間 所以常常就是 夏天也沒有油汗 所以濕氣都流在身體裡面 所以我們用薑 這個是 蓮皮的薑 因為我們癌症關懷疑基金會 鼓勵大家吃真食物 好食物 全食物 所以我們都要 鼓勵大家 蓮皮 就是幾片這樣 對不對 幾片就夠了 對對對 然後這一點點的 胡椒 胡椒 對這個胡椒到底幾粒呢 也是看個人的體質 因為它是溫熱我們的身體嘛 然後它跟那個 尤其有時候加一點薑黃 它抗癌的效果更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加一點點薑黃 然後有胡椒 因為薑黃 它的抗癌效果已經很好 但是加了胡椒以後 它抗癌效果可以提高 20到200倍喔 很棒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加下去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 因為你好 非常需要體力 是 體力來自於我們的蛋白質 所以我們這裡有 都賣到賺貨了 真的嗎 真的 我們在網路上想要買 喔真的 真的 所以這個要了解一下 在哪裡建構 喔真的 所以來自關網基金會 也買得到嗎 還是 喔沒有欸 就是上網 對對對 或者是到那個大佑 有一個官網 去看一下大佑的官網 對 那這個大佑生態 那通常呢 我是一個人的話 我就加兩匙 喔兩匙 喔兩匙 剛好是一份的蛋白質 那你就知道 我早上有吃到一份蛋白質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兩個人喝 我們就加四匙 喔 這個 它是很好吸收的蛋白質 加在精力湯裡面 而且也可以讓精力湯 其他的營養很快的被吸收 它完全不需要經過那個 腸胃 它就在腸黏膜就可以吸收了 因為它就是仿造我 我已經打酸平靜就要打這個白質 消化 蛋白質的方法 好的 好 然後呢 我們 因為它裡面有水瑜 所以我不要用全熱的水 我大概用半溫熱的水 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也都燙過了 都是熟的 所以我們再加400CC的水 我們會把食譜放在那個我們的Facebook 讓大家看喔 所以剛剛沒有講 詳細講幾顆沒關係 來水是400CC 這裡是200 我覺得這個新版本的厲害吧 很好 是啊 很可愛 對的適合 現在你知道嗎 就是單身經濟 對 對 你年輕小小家庭 從年紀大想到那個 對 空巢 空巢時期的這個家庭 因為大概都是兩個人 那現在呢 叫整領經濟啊 也很流行 對 對 就很適合用這個 來照顧自己 非常的好 對對對 好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蓋子蓋上去 然後呢 喔對不起 蓋子蓋子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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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就來 這個它的操作也很簡單 就把它一直轉下來 你看看喔 我這樣可以看喔 像是一個人的筋肉 就好了 非常地簡單 我這樣可以看喔 有些人的筋肉 像是一個樣子 就好了 我們要多吃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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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白的油色,也很高 黄金银子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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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声音也是比传统的大米小声一点 然后对对对 今天要40秒因为我要记得 而且你看你看打的一样绵密哦 你看 但我打的太不绵密了 是 所以我就会说打40秒它就很绵密 然后你喝起来口感 可以相信 还好我没有自己先喝给你们 你们就学到一个错误的 哈哈哈哈 来 真的 先给你喝一杯 我打的真是太不绵密了 好来我们这个做示范给大家 给他们拍照 我们两个用这个好不好 好好好 让他看到今天早上的来源 经历来源 我今天早上也喝了一杯 不过还是可以带我 我今天早上就想说要来这里打这个 就不吃早饭 哦真的 我习惯一早上起来 我们家现在经历他都是那个苏先生打哦 所以我今天已经吃过了 真的打得好 哦打得非常的棒 他现在不仅会打而且还会背料 以前料都是我背的 对 太厉害了 心好男人 嗯 喝喝看 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喝 有点像 喝起来有点像那个牛奶的味道 非常好喝对不对 嗯 他有有 你有喝到那个梨的味道 甜甜的 有有有 可是他那个花椰菜 花椰菜没有那么嗆 芽根本没那么嗆 就有 可他又有点香 所以有点浓汤的味道 没错而且有点那个 嗯 就是有点点胡椒淡淡的 淡淡的胡椒的味道 所以这个比例是调得很好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 蛮好喝的 嗯 嗯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呢 都因为小孩哦 就是不吃蔬菜 所以他们就打绿拿铁给他们喝 而且他们都喝得很高兴 嗯 好好喝 好好喝 哈哈哈 而且现在呢 如果你真的早上起来很忙 没有时间 自己准备这么多料 现在还有那个做好的 绿拿铁鲜冻包 那有一个我的朋友呢 有一天看到我 就气急败坏 跟我说 为什么我的鲜冻包 都订了好几天 他说14号已经送完了 为什么我17号还没收到 就前几天的事情 我说对不起 我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吃鲜冻包 不是我出产的 啊 我说那你为什么那么急呢 他说 因为我我家小孩哦 就和先生都非常喜欢喝绿拿铁 哦 一天没喝到 那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就会一直吹妈妈 那妈妈就会心急 我说那你可以自己备料啊 他就很惭愧的说 他没时间 还没学会 所以还没学会的 你可以用鲜冻包 已经学会的话 也可以很节会的自己备 自己备 对 其实很容易嘛 刚刚把这个烫熟了 其实我们家里是两样都有 就是说也有鲜冻包 就是要以备不食之需 对 然后 我也会准备几包 对 然后其实尽量还是用新鲜的 因为我们云宁在地产 非常多好的蔬菜水果 那我们都希望说吃当季吃当地的话 就是用最好的新鲜的蔬菜来做这样 其实这就是最基本的养生观念哦 就是当地和当季 因为当地的这些食物呢 是最适合你身体需要的 它跟你生长在同块土地上 就是同样的矿物质 你需要的矿物质 这个土地里面都吃 那另外呢就是当季 就是这个季节的食物你吃 它是最中息 最营养 而且农药、化肥最少 所以要吃中息的食物 因为中息跟没中息 所以营养分会差很多 一样是新疆菜 中息的新疆菜呢 它的营养质数 和那个没中息的时尊 是不一样的 所以秋冬吃的那个青江菜 就比春季的好 所以还是要了解季节 这样也很好 对不对 你会对那个季节的感觉 比较鲜明 对 所以吃当季当地的食物 最好啊 最养生 感觉我们今天立拿铁可以出好几集 我说这个立拿铁也可以出好几集哦 因为大家就会很好奇说 这个版本怎么做 这个版本怎么做 那我可以今天同场加印 一个地瓜拿铁吗 太好 因为云林是产地瓜的大线 没错 然后呢 我们一直很关心云林的孩子 因为云林的天乡 有很多的孩子呢 父母都是北漂了 所以呢 又是这样得到这样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那有时候阿嬷阿公 他的营养的知识 可能没有跟上时代 或者是比较疼孙子 就没有就是让孙子自由发展 没有去管束他的饮食 或者他没有觉得说能吃就好了 不晓得说要怎么吃吃多少 什么东西不该吃 所以云林的孩子呢 很胖 其实我知道说就是陈董事长 他很致力于推广这个食用教育 而且也都到我们云林来 已经做了好多年 那目前好像今年也有计划 要再去 我们每一年就是 我们后来就是跟云林县政府 那个合作 我们也现任的县长 非常的支持我们 就是我们结合了三个单位 有云林县政府 然后有这个营养师工会 还有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 我们三方合作 营养师工会出营养师 我们出教材还有奖品 然后呢 这个云林县政府 就补助那些营养师有车马费 所以他们可以到一些学校去 进行这个食育 健康饮食的教育 所以我们有一次去健康饮食教育的时候 我们那次举办的叫做共主派对 就是把妈妈也找来 把老师也找来 然后大家一起 和小朋友 大家一起做一顿午餐 那我们的营养师 当时就设计了一条 一个 教小朋友做地瓜拿点 现在他来做这个 对小朋友就好高兴 这就是我们当时教他的地瓜拿点 非常的简单 你看 就是云林盛产的地瓜 云林的地瓜 听说营养特别丰富 也特别好吃 我们叫王金地瓜 对 然后所以 因为那个土质是吗 土质 然后我们有一些沙地也很适合种植 尤其是云林的水 对 非常适合 那其实为了欢迎那个陈老师 我们现在辛苦教育基金会 其实也办理了非常多 对 我知道你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辛苦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想说这人当一次 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 我们一起去推广 对啊 我觉得食用教育真的非常重要 其实跟我们推广的精神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吃真食物 好食物 全食物 吃当地 当季的 新鲜的食物最好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苹果 所以我们今天这里有一个准备好的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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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呃 我们要换一个杯子了 我来 好谢谢 这个我们 把它放到旁边 可是你要不要不要 这是素的耶 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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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都很忙 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当然前面都还有一群忙碌的人 不是只有我们 我们待会放到这个可以洗一洗 然后 来 我现在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烫熟的地瓜 真的是黄金地瓜 真的 对 所以黄金地瓜 我自己非常滴 对 其实哦 黄豆很好 我觉得黑豆更佳 尤其秋冬 养胜的话 黑色就是 这个黑豆的它的盖铁也是非常多的 那现在 不认是老人小孩或者女生都需要盖铁 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豆子 要煮熟吗 还是煮熟 先我们是先泡 泡了十二个小时以后呢 再蒸熟 煮熟也可以 蒸熟也可以 那这个详细呢 大家如果不晓得也可以 大家如果不晓得也可以 上我的粉丝业 或者上YouTube 去Google 我都有教大家怎么做 非常好 自己打个豆浆 那这个就是我把它煮熟了以后呢 做冷冻 你看看哦 我们这里面 就有一包一包都是冷冻好的 这个就是要给我们帮助 还有哦 来做一个 你看 有一包一包冷冻好的 对一包一包冷冻好的 还有一包一包这个米饭 我们有时候就跟米饭一起打 对 然后再加点黑芝麻 营养的东西才会有功能 对 这个是黑豆吗 这个是黑豆 这个是黑豆 对黑豆更好 所以银银好像也有产品 黑豆了解 黑豆我们有器做一些黑豆 所以我 对好 我就特别喜欢买等乳的黑豆 因为它就没有基改的问题 你买黄豆 你还要看清楚它是不是基改 对黑豆是没有基改的 所以我感觉会用黑豆 它打起来颜色不像黄豆那么漂亮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高很多 对对 你可以吧 对 它比拿铁再深一点 因为我黑色嘛 那黑色的花青素是很好的 然后呢 为了让小朋友觉得很好喝 我们又不要加糖 所以我们加苹果 所以我们加苹果 如果加苹果的话 是你可以 就是 偶尔不是加苹果 你可以加香蕉吗 也可以啊 我们先生也加过香蕉耶 对对对 好 这个苹果呢 大家放 你放心哦 我们刚刚也是用那个 这个放在里面 然后用这个刷子 这样子 拼命的刷刷刷刷刷干净 然后还要把这个 这个地头这附近 也是要切干净 因为这里呢 我们虽然鼓励吃全食物 但是这个地和饿这个区域 是多吃的 哦 因为它比较容易有什么 农药或者是脏东西的菜 都在这个 所以不怕要因应又血了 因为本来也把那个都掉进去 哦对 因为还有就像里也一样 我们在吃的时候 一定都要把这个尾巴 这个头这里切干净 好 那我是不是顺便又加码一下 你现在是常常好吗 对 喉咙有时候会烧痒 烧香 然后有时候会这个痰比较多 对 或者甚至染了一些风寒 那你可以把梨 莲皮带子切开 对 然后呢加上一点蜂蜜 去蒸 哦 直接蒸不用加水 对对对 直接蒸 我有一个很好理的工具 哦对 你可以连离那个汤汁都可以 哦 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把那个整颗的洋葱 整颗的洋葱切一切 然后就放到 我有一个中 里面去 然后把它炖起来 炖起来 也非常好 也是预防感冒 非常好 哇很需要 今天同场加一点都多 太幸福了 没有 因为很担心你啊 对啊对啊 希望你都很健康 嗯 好 来 然后这个 好 再加上 我们一点点的腰果 也是好的油 一点点 对 可是这是一人份的 一人份 我们现在圣诞的都是一人份 哦 我们也会把食品贴出来 那这个水呢 其实 100cc吗 100cc 100cc 对 100cc 蔬果我们通常加到7分 7分 然后但是 像这个呢 我们通常会要盖过那个食材 OK 盖过食材会比较 会比较 等一下 我还没有 对 它这里呢有一个保护机制哦 所以呃 就是如果 哦对 来 我们再 要盖过那个食材 所以我们要再加一点 再加个150 好 所以大家记住了没 打豆浆的时候呢 水是要盖过它的 打那个蔬果汁的时候 因为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水 对对对对 所以只要7分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详细的时候 你就说 食材的7分满 然后这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要盖过 盖过 好 好 来我们一样 这个要打一根半哦 打一根半 一根半 一小 你打一根半 你打一根半 好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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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cole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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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而且最近绿娜姐真的很红 是因为有国师之称的那个星座专家唐启阳 对 他也是他为了健康的因素想要把身体的体重减低一点 可是怎么减都减不下来 对对对他减了非常多年 所以他说可以减肥是他的终身制业 但是最近终于减下来了就是喝绿拿铁 太棒了 所以他在他的节目里面一直推广绿拿铁 就是其实最重要不是不只是减肥 而且让你健康 而且他可以多元化的组合 是 吃到各种不同的营养 他会说要吃单一的食物减肥 就很腻 而且你永远营养你会营养的均衡 所以这是最健康的 对而且把你的肠子好凉 好棒对不对 你看这个你帮我们拿点 来闻闻看 好香喔 好香喔 那这杯让你喝一口好了 让你喝一口 没有你可以喝下去 你没有吃早餐可以整个喝下去 好香喔奇怪 奇怪怎么会有一个香蕉的味道 都是好食材 因为你看好香喔 很香喔 而且它是天然食材的香 我有跟你分享过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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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 豆浆真的太好吃了 我觉得这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 嗯 就是那天 让小朋友喝了以后 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所以我们就纳入我们的食物叫 地瓜拿铁 是我们 那个校园营养师林玉婷她的创意 就是把地瓜跟黄豆再加上苹果这边的 非常好喝的 对 地瓜拿铁 而且它也有主食 地瓜是主食 然后苹果是水果 然后它有豆是豆类 怎么了 太好喝喝太大了 差一点香到 其实这个也很好喝 但是两种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真的我们可以一天喝绿的 一天喝 嗯 一天喝绿色的 一天喝豆浆 对 我就是这样 一天喝蔬果的 不管它是热的或者冷的 一天喝就是豆浆的 豆浆 对 这样可以补充我们不同的那个很营业的需求 其实我们教导癌有的时候 一天喝两杯 各300cc 就早上可能喝一杯 早上喝一杯 早上喝一杯 对 这个晚上喝的还有安眠的效果 好安眠 对对对 所以你高天怎么喝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它就是天然的全食物 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抗发炎抗老化的趋化素 帮我们预防癌症 预防三高 然后可以帮助你排便 让你肤质变好 最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会把你身体多余的体重减料 因为它帮你排毒 但是真的想要这个健康的人 也有很瘦的人没有了以后体重恢复症好 所以它基本上是把你的肠菌养好 那肠子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那我们百分之七八十的免疫器官都在里面 太厚了 谢谢 也祝大家健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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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